作為外展大使 當然要盡下大使的責任 去找一些藝術家聊天 在我身邊就是跨模體創作室 The Collective的兩位創辦人 就是Anita和Andy Hello 大家好 我知道你們兩位也是 我們今次比賽的顧問之一 也知道兩位自力是藝術 透過互動的形式 去將你們上升 表達的東西傳來給觀眾 那不如你們兩位簡單地介紹一下自己 我們是The Collective 我們是Digital Art創辦公司 我們工作在 預設設計畫面和互動的項目 很多的工作是 融化的空間 所以我們在做不同類型的技術 作為人們 很多的工作是 做生物保護 所以我們使用我們的技術 去做生物 做生物 所以有些東西 你會看到在桌上 我們製作各種技術 各種技術 去做不同的工具 其實我留意到你們兩位的作品 幾乎每一次都會運用到科技 去跟觀眾做一個溝通 那為什麼你們會這樣選擇 以及觀眾的反應又是怎樣 因為其實傳統藝術 是較單向 我們覺得 還有有時候藝術是可以 比較含蓄的 變成 當我們真的想 有一個很清晰的訊息 去溝通給我們的觀眾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利用到科技 可以令到他們更加明白 我們藝術創作背後的理念 是什麼 其實觀眾 他們一定覺得很新鮮 因為可以真的影響到你的藝術品 或者知道更多你的事情 究竟背後的理念是什麼 他們會真的再投入去欣賞你的藝術 其實現在科技也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現在本地藝術發展的一個新趨勢 那兩位有對Astek有什麼提法呢 我們在藝術上的兩位 我們在藝術上的兩位 我們很關心 我們在藝術上的兩位 技術上的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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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人們都會合作 兩位很好的 他們可能會很藝術 或是很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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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覺得 在藝術上的藝術上 我們可以用藝術上的技術 我們可以用藝術 兩位的技術 和藝術上的兩位 我們可以用藝術 在藝術上的一種技術 我們可以用藝術 是你能夠更加接受 藝術的人 因為他們很熟悉 技術 AR、VR 這些類型的技術 它們是非常非常接受的 藝術 用藝術上的一種技術 我們可以幫助人 尤其是我們的藝術 我們在採訪 這個題目 是不非常有趣的 題目 但因為他們很喜歡 網絡的網絡 和一些玩笑的技術 我們可以在採訪 他們在採訪 很困難的問題 但因為是玩笑的 他們可以帶他們 不太誇張 我們現在都收集同學的 創作概念 你們兩位 有些提示可以給他們 其實我想在創作 藝術的設計 的時候 一定要知道 藝術是一個平台 而科技是一個技術 你千萬不要把科技 變成只是一個技術 因為去做一個設計 尤其是吸引到一些 硬件的時候 其實成本是很高的 用的資源也會比較多 所以在創作的時候 如果我們只是盲目 去為一個技術 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那是浪費著資源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要想 第一件事就是 你想發揮什麼訊 然後用科技 如何發揮你的訊 如何去增加這件事 而不是 我覺得這個科技很帥 我一定要用這個 然後去想 一件事去包裝 這件事 就可能會適得其反 所以我們覺得 當你真是去探索 一個藝術設計 的時候 就真的要想 你的目標是什麼 而你用科技的技術 有什麼可以幫助你 令這件事更加提升 這是很重要的 即是不要盲目去追求 要得到兩者的平衡 是 因為如果純粹是一個技術 因為這個世界 已經有很多 純粹是漂亮的東西 那是不是應該 我們要運用科技 用一個溝通的平台 令整件事 溝通得更加好 而不是真的 因為漂亮 因為型 千萬不要這樣 因為這樣 我們就會掉下去 只是一個 一顆糖 這樣的東西出來 其實我自己 就會覺得 是很浪費資源 多謝兩位的意見 亦都很期待 未來同學生的創作概念 而最後的作品 亦都會在下年的 藝術節期間展出 而在7月9日 就是截止一期 所以大家記得 快點報名